眼部是面部皮肤最薄的一处,因而面部衰老往往先从眼部开始,45岁左右可能会出现让眼皮松弛的问题,务时岁左右会比较明显,眼部保养向来是比较困难的,所以眼部也是最能出卖年龄的部位。 对抗眼部衰老,通常采用抗衰老眼部手术,什么是抗衰老眼部手术?抗衰老眼部手术急去出上眼睛松弛的皮肤和组织,并可以创建出双眼皮的效果。 这种手术使整个眼睛看起来更明亮,更年轻,可以帮助您获得一个更加舒适的视觉体验。 配合抗衰老眼部手术,包括皮肩眉手术和额部内窥筋除皱术。 医生说,抗衰老眼部手术既专注于眼部美容修复,也专注于视觉功能体验的改善。 一般来说,年龄偏大的求美者做完手术后,恢复较慢,皮肤较薄,所以需要悉心护理以确保手术的成功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衰老过程最先从眼部开始,因为眼部周围的皮肤很薄。 当皮肤松弛下垂时,盖住眼睛可能只是力恶化,您可能会时常流泪并感到不舒服。 通常眼睛下垂和眉毛下垂会一起出现,因此,建议同时进行抗衰老眼部手术和体骑眉手术。 如果你只是做了抗衰老眼部手术,可能并不能彻底改善视觉体验和眼部美观。 反而会有更明显的衰老痕迹,眼部周围可能出现更多的皱纹。 如果您还比较年轻但眼睛下垂,应该优先考虑提前眉手术,而不是双眼皮手术。 手术操作信息,手术时间,30到60分钟。 麻醉类型,局部麻醉或镜内镇静,是否需要住院? 5.拆线,4到5天,恢复时间,1到2周。 常见问题,问,我今年45岁,想做一个自然美观的抗衰老眼部手术,可能实现吗? 但如果你只是想改变松弛下垂的问题,并不想改变原来眼睛形状,可以不做双眼皮手术。 我们可以通过手术,绑住凝聚除眼部周围多余的皮肤,以达到一个自然美观的效果。 以下几类人最适合做上眼减成形术。 1.由于眼皮下垂,感觉不舒服。 2.由于眼皮下垂,双眼皮消失或成多眼皮。 3.由于眼睛肌肉贫软,需要使用额头或眉毛,这肌肉才能睁开眼睛正眼困难。 4.由于眼皮下垂,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很多。 5.因不规则的,松拾的脂肪组织,而引起的眼睛症皱。 DUF手术后的眼睛等副作用可能一人而异,可能需要适当的。 具体情况请咨询医生。 DUF以下几类人最适合做下眼减成形术。 1.眼皮下方下垂,接有非常明显的皱纹。 2.因眼带突出而显得总是很疲惫。 3.眼带下的阴影,造成了非常明显的的黑眼圈。 4.眼睛下方凹陷显得疲惫不堪,经手术后的眼睛等副作用可能一人而异,可能需要适当的。 具体情况请咨询医生。 DUF以下几类人最适合做提前来手术。 1.由于眼皮下垂而有疲倦,衰老的脸部形象。 2.希望减少下垂的皮肤但又不想进行双眼皮手术。 3.希望调整眼眉不对称性。 4.希望去除眉眼皱纹。 提前眉手术的主要优势。 1.尽量减少睫毛附近的切口。 1.减少疤痕。 2.减少或清除眼淡皱纹以及松弛和下垂的皮肤。 3.创造一个崭新年轻的形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!